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三年疫情,大家其實現在去到哪 還是需要健康碼 現在有些專家表示 這個健康碼可能會在明年退場 為什麼呢? 健康碼有機會在新冠肺炎月累月管後不存在 會在適當時推出 到底是說了什麼呢? 我們看看新聞先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 26日晚間宣布1月8日起 這一個這樣的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 就會由月累夾管調整到去做月累月管 根據相關法規就要取消入境中國之後 傳染核酸檢測及集中隔離等措施 而根據中國官媒健康時報報道 南開大學的公共衛生與健康方向的一位 沒有出聲明的教授受訪表示 目前健康碼對於疫情的管理作用 基本不存在 他會在適當時退出他的歷史舞台 而這位教授就說了 疫情之下理論上來說 對於這個脆弱人群的保護是必要的 亦都是目前部分養老院、醫院等等的地方 是需要查驗健康碼、綠碼的原因 但他講到這些場所的工作人員 既是社會人群 亦都是脆弱人群的密切接觸人群來的 所以對於局部人群的健康碼管理來說 現實意義上就不太大了 報導指出 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 首席學家曾剛 29號召開2022年鳳凰網 財經峰會上指出 他說 新冠如果是轉移到月累月管的話 這樣健康碼就不存在了 曾剛當時說 覺得去某些地方需要核酸檢測、抗原檢測 譬如去到醫院那裏 甚至是登上國際班機 可能還需要查一下 他說其他健康碼的話 基本上就伴隨著月累月管之後 他認為就不應該再存在了 而北京大學的法學教授黃石生日前也表示 中國防禦政策已經由政府主導的全方位防空 變成有個人作為一個第一責任人 健康碼的緊急管理合法性基礎消失了 徹底對場是一個大勢所趨 亦都可以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現在其實就變成有些專家出來放下風 健康碼就取消它 1月8號其實就對外開放 然後就越累越管 如果是連這個健康碼都可以同步 如果是消失了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接近回到2019年 疫情之前的情況 但在這個時候 反而是其他國家 是封回大陸的旅客 其實有少少 叫做走回頭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這個疫情來到今時今日應該是快完結了 因為到已經是2023年 好啦那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啦 那在這裏都繼續祝大家新年快樂 下集見啦 拜拜